traditio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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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一般人是不是會覺得自己 特別愛哭或者特別愛笑 那 好像 愛哭的人會覺得自己是比較好的人吧 是不是 也不見得 因為像我是滿愛哭的 可是我也不覺得我自己好到哪裡去 不會覺得說原來我這麼善良 你只會覺得是一個多愁善感 可是不見得善良 如果你現在碰到別的哭點滴的人 你會覺得他就是同類 如果他跟我哭的點是一樣 比如說為了小孩 或是時光飛逝如見的話 我是可以感受得到 然後就會比較親近嗎 就只會說我知道你的感覺 好 我們今天有邀請了 哭點滴跟笑點滴的六位來賓 歡迎你們 可以從外型來判斷的話 哪邊是哭的哪邊是笑的呢 彩華姐這邊應該是哭的吧 因為妳人生什麼好笑的 這個好笑… 小太小也不好好 我長這樣還不好笑嗎 對… 都這麼漂亮 聽說妳除了冰淇淇淋之外 已經鎖定妳是郭彩姐是不是 之前很多的粉絲一直都這麼認為 我也是不接受 他們公司有寄純證信函給妳 算了嗎 演藝圈現在事情還不多嗎 她不會 她非常的開心 彩姐很棒 很善良的一位女孩子 而且她們公司非常的好 長到小孩長大 時光飛逝 這是哭點之一嗎 是 會 而且我一直只要覺得說 明天起來會不會呼吸 我就會想哭了 妳是怕自己死 還是說怕小孩沒有妳 我就會很感傷 而且會覺得好像很多事情 還沒有完成 如果不會呼吸還會動呢 這就活死人 好 不要嘛 幹嘛想第二天起來 不會呼吸這種事 其實人生本來就很無常啊 很多事情是會 唉唷 可是是什麼 來… 是什麼事情讓妳有這種感觸的 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當然 畢竟是一個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而且妳會發現通常快樂的時間 永遠比痛苦的時間還短 妳不是因為家裡有一些長輩 剛好遇到了這一類的事情 妳才會這樣感傷 不是 是沒有 妳會想到人生就是很脆弱 對 人就是很脆弱 而且妳會發現很多的新聞 妳會看到妳就會很多的不捨 然後妳就會很難過 所以她是哭點滴 然後旁邊許主播 也是哭點滴的嗎 還是妳是吊點滴 不是 哭點滴 Sorry 妳哭什麼 是因為妳要的粉底 沒有那個顏色了嗎 不是 除非就是家裡面的事情 像要跟爸爸媽媽有關的話 通常就會很容易掉眼淚 對啊 可是… 可是爸爸媽媽是因為 有什麼讓妳擔心的事還是什麼 因為我爸爸常年就在海外嘛 那我媽媽一個人就在家 有一次就是我媽媽生病 我爸爸在海外的時候她生病 然後我媽媽就跟我說 她很擔心我一個人 就是自己一個人在家這樣子 她走的話會怎麼樣這樣… 那我就跟我媽媽說 我說妳不會走 然後我就一直 因為我媽媽小時候生活很… 很辛苦 對 比較辛苦 所以是媽媽 妳很怕媽媽落單這種感覺 對 然後妳很心疼媽媽 在擔心妳一個人這件事 對 妳有在擔心妳的粉底沒顏色嗎 她斷破 什麼二號都我 妳買 買爹的牌子 二號粉底 看到哪裡 奇怪 等一下 我要哭了 怎麼妳 叫我 對 今天一出去 長輩 夏宇童在旁邊也在哭嗎 妳不要把衛生紙拿走 想要家庭就會覺得很一口感 那邊 對不起 那邊不是瘦的子嗎 那邊為什麼搶衛生紙 全部都是哭點滴 對 因為你們講這事情 曲家瑞可能會很感觸 因為她家最近有長輩不在 所以這事情會讓妳特別有感傷吧 可是妳今天是來笑的組 對 沒有… 那是笑臉弟耶 我跟妳講 我覺得最近 像那個什麼 日本那部送行者就是 我每次看那個是超悲慘的耶 那個 妳有看那個日本本木雅紅演的那個 幫人家送行的那個對 我覺得最感人的那一幕 就是我可以套用到我爸爸身上 就是他們要把關節 不要再放音樂 拜託 這是什麼歌 就是班偉琪的那些話 這也是我的哭點 這是妳的致命傷心 對… 因為歌詞裡面寫著說 他們都已經老了 然後他們在哪裡 然後大家各自分散在天涯 妳就會想說 沒有… 妳自己要講 妳自己要講 妳可不可以幫我抽一張 我跟妳說大家知道 要好好孝順父母嗎 對 是 然後就算有一天父母會走 但妳知道他們永遠在妳身邊 無時無刻 妳知道嗎 那以前我可能不是很孝順的 那都希望說可以逃得離家 越遠越好 可是現在我覺得 隨時我想到爸爸 爸爸就在這裡 妳知道 所以就希望大家要好好孝順家人 而且剛 自己開始也太像結束的感覺 其實我不想開始 不是 我會發現這跟哭點 低不低無關 而是人生的這些事情 就是會讓你很感受 很感受 而且剛彭永哥講到那個送行者 那一部裡面有一幕我非常感動 就是 就是 那個兒子把爸爸的棺材推進去的時候 叫爸爸趕快跑 趕快逃 那時候我爸爸就是因為是活葬 所以我就想到那一幕就是 就叫我爸爸趕快逃 寧可彤妳 這邊全部都已經不行了 妳們 妳們 張艾亞妳在幹什麼 因為我爸爸媽媽年紀比較大 我就一直很怕這一天來到 妳是一個小朋友 妳爸媽年紀不會太大 我爸爸已經80了 那就是老來得子 因為我姐姐年紀很大 然後所以因為他們就是 每次只要有身體不好的時候 我就會很擔心會遇到這天 因為他們陪著姐姐等於 已經走到四十幾歲 可是我可能二三十就要面對 就是生老病死的這些事情 所以我想到都會覺得很害怕 可是會不會妳爸媽其實很健康啊 對啊 就是即使在健康也是80 家長會喜歡看到小孩在天上 哭成這樣 就是妳爸媽很硬 然後以為就是我爸爸 沒有哭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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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 就是80歲還是有一定的 是… 剛剛卡有跟我說 是不是長輩這樣 其實我爸爸其實 我爸爸今年七十幾歲 他把自己照顧得很好 我很難過的是因為我 我媽媽生我十一個 又媽媽就過世 所以我一直都不知道我媽媽 長得如何這樣子 也沒有那種母愛的感覺 所以我對媽媽這個字 就是…是很模糊的 所以你們都還有媽媽在 我覺得是真的要珍惜 像我從小又沒有媽媽 我就沒有辦法得到媽媽給我的擁抱 所以我現在給我的小朋友是 就是媽媽的母愛 還是我來講一個笑話好了好不好 對 笑話好了 好不好 我講一個笑話 我覺得 我真的有 你會看 怎麼錄到 還是到十分鐘就搭門前這樣 而且你們這幾個傢伙 是豪道大 會啊 那我唸一個就是 好 就是我一定要唸一個 因為大家一直以為我是寫給我 男朋友其實我是爸爸生命 在音樂的時候 我寫的也不過幾個月前 然後那時候跟爸爸握著手 我就突然一個感覺 我就說 每個人的一生中都會有悲歡離合 雖然往往總是在即將失去才領悟 好多擁抱好多話 好多來不及去愛 離開的怎麼捨得 留下的只能放手 誰願意從頭來過 誰的手沒有人來握 如果離別是必然 還是會在下一次旅程的起點 等候就算無緣 再舉手不後悔曾擁有過 所以我就覺得說 能做爸爸的女兒 是我這輩子最驕傲的事情 對啊 我就想要 就跟大家講 真的要及時行笑 要真的要孝順 不要等一下哭完回去 又不回家了 我跟你講 一定要真的要 我就住家 真的 夏宇童妳太誇張了 真的 因為我家是單親 所以 因為我媽媽就是也工作很辛苦 然後我媽媽她有時候也會行 所以她會跟才華姐就講一樣 她會覺得說 會不會有一天就是突然就走了 因為我媽媽是做夜班 她身體就很不好 然後我就會常常會覺得 就是我自己好像沒有能力 就是還可以讓她 就是可能不要再工作 就是還沒有辦法 一肩扛起這個架 我想到這個會覺得 自己就很不孝順 對 妳很乖 妳很孝順 沒有 妳現在就很害怕 妳現在就很害怕 曾經如果現在轉變 沒有辦法理解 我們這一點什麼 就是 我先補一下妝好 不是 我說問題是這種話題 對 妳來說是沒有殺傷力的是不是 很厲害 可是 可是我如果也 也撤退的話 就是沒有人主持 怎麼辦 因為妳們顯然撐不住喔 對 現在只有丞翰姐 好像就是健康的走來走去 為什麼丞翰姐 妳聽到這種話題 妳不會覺得很... 我剛剛流眼淚耶 妳有流眼淚 有啊 她幫我擦眼淚 我幫她擦眼淚 我剛剛...因為妳們都不在我 妳剛剛有流眼淚嗎 妳們都不專注 我被哭了很難過 而且那眼淚是黑的喔 對啊 因為我很壯 妳怎麼可能對這種話題有感覺 沒有 因為這個生老病子 本來就很有感覺 可是妳家長應該才50歲左右吧 50幾 而且妳爸媽是健康的啊 是啊 但是這種東西 其實還是會感動 哪種東西 就是生老病子 然後聽到他們 聽到他們在講 其實會感動的 真的會感動的 所以妳是會有眼淚的人喔 有啊 我其實笑點哭點都很低 因為我覺得親情的那個情節 真的很難對付 像我最近哭最慘 除了我剛剛講的送迎者之外 就是那個鋼鐵擂台 那個妳有哭 那個鋼鐵擂台 超好哭耶 超好哭 最後 他爸爸答應他說 我幫妳打這場拳擊的時候 那個真的是把我哭慘了 鋼鐵擂台我比較哭不出來 妳真的沒有哭 因為我就一直覺得他比較是煽情的 我連看熊馬集都一直哭耶 我也是 妳知道最後 熊馬集很感人 對 很感人耶 我看功夫 熊貓也都哭 功夫 熊貓我也哭 功夫 熊貓我也哭 玩巨手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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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哭 超好哭的 蜘蛛人也很好哭 蜘蛛人 最後啊 是不是大家用那個起重機 都幫助他嗎 你就會覺得說 很多人就要幫助這個人 然後就是他曾經對這些有恩的人 我覺得巨手動人可能只有你 巨手動人 別忘了 太高了 錄影現場崩潰 小偉蛇感到莫名其妙 鋼鐵擂台有一段我有哭 就是他帶那個機器人出去丟搭 妳說有一天就是震動人 一片一把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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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來講一個笑話嗎 好棒 你讓他碰一下 就好了 好笑喔 讓人家自己再發現一下 我覺得鋼鐵擂台會哭 是因為父子那個事情 是 是個女兒比較不投入 鋼鐵擂台有一段我有哭 就是他帶那個機器人出去溜搭 然後那個機器人 不是把它舉起來那一段 那一段我有哭 我想說他應該是很需要父愛 可是他爸跟他在那邊對話的時候 我就覺得有點太深情 因為做兒子的人 可能長期一生都會處於那種 跟自己的老爸有一個很微妙的關係 就是又想證明給他看 可是你如果有一天真的證明了 你必須把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來 來 嗨 嗨 我也要哭 我真的來講一個笑話好了好不好 你讓他哭 讓他哭 讓他哭 我做人家就是要發現一下 你講給我聽聽看 好 請問一下 奶這個字是什麼布 女布 不是 是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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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爛 而且這個很爛 不是OK 這個時候我大概就會覺得很好笑 好好 沒有講 你當然笑成這樣 這樣叫什麼 這樣是什麼 夜 夜嘛 對不對 那這個叫什麼 玲瓏 Oh yeah 落葉 唉唷 他在那邊 他在那邊笑話耶 他在那邊笑 哪裡啦 他這個笑點就是沒有笑點 對 可是那一組人很喜歡這些爛笑 對 他們很捧場 他笑點釘嗎 因為林可彤他們講的笑話 都好難聽喔 不會 我覺得很好笑 他之前在節目上講那個 小明 小華考試 然後小華轉過來說喵 那個我覺得超好笑的 什麼 就是你在講一次 完全沒有這個印象 就是小明 他考試的時候說 小華 等一下考試的時候 我踢你的椅子 你就給我喵一下 然後小華說好… 然後在考試 然後小明就踢了一下 然後小華就 這個很好笑 而且我倒不想給人家聽 因為我很難記得一個笑話 然後我覺得這個很好笑 就是記起來 又跟別人說 這很好笑嗎 哪裡好笑 這個我笑不出來 給我喵一下 那我問你一個笑話好不好 就是狗是汪汪叫 然後貓是喵喵叫 然後瓦是怎麼叫 瓦斯 對 對 好可愛 電話叫 可以在一起喔 我覺得男生有時候 真的很難理解女生在哭什麼 我最近看的就是之前有一部 一公斤的眼睛 不是 一公斤的眼睛 不是 一公斤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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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感動 那女生也好漂亮 可是你知道 妳這個比較正常 是因為妳看那個劇 然後被劇情打動 是 像最近就是聽了那個余可惟 有一首歌叫做 幸福難不難 然後他就裡面講說 一個人一輩子一次幸福難不難 然後一句 然後就一句話一輩子 這曲他聽起來不會哭 對啊 一次幸福難不難 然後他裡面講的 最讓人感傷的一句話就是 就是一轉身一輩子一次幸福難不難 就你覺得那時間就是 一轉身就一輩子了 要獲得那個幸福是很難的 所以你是在感嘆自己沒有伴是不是 是不是 你自己沒有幸福過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我只是覺得自己是很幸福 是 可是我們不能再問 因為 到時候會 會提 只是 我覺得比較好哭一首歌是 阿妹 那一張那個 什麼你 你過得怎麼樣 對 我最親愛的 我最親愛的你們不會哭嗎 我第一次聽有哭 有 那個也有 不過歌曲好像的確是 多聽幾次就不哭了對不對 麻痺了就還好 我有一陣子心情很不好的時候 我只要一聽這首歌我就立刻哭 然後我就想說那些花兒 就是就想到家裡人老了自己 朋友又四散在各地 然後自己就一個人很孤單 然後以後怎麼辦 就是你就會想一些 一些這些畫面出來 然後就 一個人就哭得不能自己 我覺得他越講這些事情 他越沒有辦法得到幸福 對啊 因為這樣朋友不是壓力會很大嗎 而且 就是 你如果跟一個交往的人他這麼脆弱 你會很怕承擔這個壓力 因為許建國有可能是 他就算旁邊有伴 他也可能會看著那個伴落淚 因為他會說 你既然願意守在我旁邊 所以就無論如何 他就是會一直猛哭 而且如果他還沒有伴的時候 就這麼脆弱 那個伴跟他交往後 有一點什麼做事情不周到的地方 他就會哭 或是做太好他也會哭 太感動也要哭 沒有 那是我自己內心 別人不知道這樣子 我們現在都知道 因為以前當主播就比較不顯露感情 可是你後來上節目就會顯露很多感情 對 我那時候 我其實 進入演員圈一路走 非常感謝兩個人 就是小意思跟康偉哥 真的嗎 真的 不曉得康偉哥跟小意思還記得 我就是有寫卡片給你們嗎 中秋節的時候 中秋節我都會寫卡片 我們兩個也是你的哭點之一嗎 是啊 因為我寫那些 寫那些話都是 很認真的 發自內心 是 可是我們兩個 常常忍不住要講你真實的事情 沒有 因為我覺得 在演藝圈就可能很多事情 就要放下身段 是 然後 因為以往我上節目的時候 花比較少就主持人 可能就不會丟花給我們 可是康偉哥跟小意思 就會照顧到我 然後 我在那個卡片當中 不好意思 我覺得冒兇 然後 就是寫那些卡片的時候 就會很感 就很感動 感觸很深 對 所以你看到年輕一輩的 像丞翰臉這樣 完全被人家照顧 都沒有感覺的人 那個 只能說他是花枝 對 就是 花枝 就 沒血沒淚嘛 冷血 所以只有花枝才沒血沒淚 對 無情無意嘛 所以你應該沒有為Amen哭過吧 我是感動在心裡面 真的 我都是很感動 因為Handy 你如果想到有一天 就比如說我們節目停了 然後會離開我們 你會覺得有怎麼樣嗎 會還滿 也會滿感傷的 就覺得以前真的很照顧我那樣 一個人聽的歌曲會哭的 這首歌很厲害 哪一首 滿催淚的 我相信很多人聽到這首歌 也會有 沒有啊 想到了啦 不要過效果講真的 講真的 沒有 就說沒有沒關係 溫蘭的 生日快樂 我也是這首 這首很厲害 這首歌的歌詞是怎麼樣嗎 祝我生日快樂 對 我對自己所 因為他生日 你大走音耶 Oh my God 生日 所以他你是在趕在你生日派對 沒人來對不對 沒有啦 我覺得這首歌的情境 是滿可憐的 真的很可憐 什麼情境 就是他的歌詞是在講說 一個人在包廂裡面 然後空蕩蕩的 然後手機讓他休息 因為不會有人找我這樣 然後因為我之前 就失戀的時候 有時候一個人去KTV唱歌 就會點這首歌 妳會一個人去KTV唱歌 也太好 因為那時候就是失戀 很難過 然後一個人就可以發洩情緒 不用擔心其他人的眼光 那不是自己一個人買單 要買很多錢 對啊 其實溫蘭的那個 那個比較值得哭 溫蘭的那個傻瓜 傻瓜 我們都一樣 我愛情傷 所以一個人在包廂 老師的那個Key比 對 所以上次來唱戲的時候 念了妳的那個信 有沒有給妳惹麻煩 就是我還是很謝謝 康永哥小孩子姐 就有幫我 把一些比較不應該的 我的有修掉 可是因為報紙有報 然後加上我爸是一個 比較傳統保守的人 所以他就有生氣 然後就跟我媽說 你不要再跟我一起上節目 什麼的 如果人家知道她是我女兒 她會覺得很沒有面子這樣 所以我剛剛講到爸媽的 就也會特別難過 因為 就爸爸可能還沒有原諒我這樣 所以要怎麼樣才能夠 讓爸爸原諒 就是我們不是不好的小孩 然後會不要覺得我很不乖 所以可以去跟他撒嬌嗎 爸爸本來就不是太能撒嬌 就是他比較嚴肅一點點 然後會害羞 就是你如果故意要謝謝 故意要去跟他撒嬌弄他 他就是不要了 所以我也... 可是這種爸爸不是就應該 要對他撒嬌嗎 對啊 就說好啦 爸爸以後不會再這樣 什麼這一類的 寫信呢 寫信 E-mail 好 我試試看 或者是 對啊 你寫信 然後就請媽媽拿 帶給爸爸這樣子 好啊 這 真的假的啦 我知道啦 好啊 好啊 父母吹蕾蕾故事 小偉神當場化解尷尬請分 爸媽其實是吹蕾蕾 老媽媽是吹蕾蕾 老媽不是 這個很逗大家開始的時候 要跟那家人吹蕾蕾蕾 我們就會說你真的很愛哭 可是當下我也會覺得 還想 我比較常看她的畫面是 這個我很難講 我都是正常目瞪子 是大影的人 所以妳會願意 妳說今天錄完妳回到家 就立刻譬如說 牽她手或抱她嗎 我今天試試看 對 我跟妳講講話 大人從說媽媽只要講這個 妳就會大哭 對 因為我 媽媽只要說愛妳就要哭 我媽 會啊 我媽只要這樣碰我臉頰 這樣我就會很想哭 爸媽其實就是垂淚蛋啊 是嗎 對 對 因為我媽以前就真的 妳媽媽是催淚蛋 可是我媽自己本身很容易 被我們催淚 我知道 妳媽媽滿容易哭的 可是妳媽媽感動妳們的畫面 我比較少看到 很少看喔 我看到我媽哭 我自己會滿想哭的 就是我們逗她開心的時候 她在那邊這樣熱淚影框 我們就會說妳真的很愛哭 可是當下我也會覺得滿想哭的 這個我很難講到 我都是現場目瞪子 是大意思而已 大意思 你知道 剛剛妳在講妳爸的時候 其實我們爸爸是很像 所以我爸不是軍人 但是我第一次真的抱到我爸 是大概十年前 他第一次生病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要去國外開刀 然後那到了九月份書 現在開刀九月份開學 我要回台灣 那天早上車子來接我去機場的時候 我就...我爸爸... 我就跟我爸說 爸媽我要走了就抱我爸 然後她當時嚇一跳整個後退 她說我們從來沒有抱過 可是我就跟她說我真的很愛妳 但是從那個之後 我就覺得好像克服了那個障礙 我隨時要抱 要摸 要什麼都可以 所以妳會願意 譬如說今天錄完妳回到家 就立刻譬如說牽她手或抱她嗎 我今天試試看 我可以錄照聲音嗎 妳要跟國父試試看 可以麻煩妳嗎 妳之後可能會變成她的後輩 其實現在好像更需要這樣子 所以妳們這些很容易哭的人 是希望旁邊的人 在妳們哭的時候怎樣 不要安慰我 不要管妳嗎 對 因為我覺得別人安慰會哭得更慘 所以像妳剛剛那樣嚎桃大哭 也可以不要理妳嗎 就不要理我 我不要拿衛生紙給妳 其實通常我越哽咽的時候 別人越這樣我就會整個放喘 我會忍不住 我們剛才沒有鼓勵妳 妳自己一個人都嚎桃大哭 對 所以就是別人 可是如果別人再安慰我的話 我就會哭到是 這樣大哭 是很大聲那種 我去電影院這樣會被人家罵 之前後左右 可是那片子是值得哭的片子嗎 就是狗狗十個約定那種 寵目的那種狗狗片 狗狗片就是催淚片 可是我後來都很害怕看那種 就是電影這樣 妳剛剛那個哭是會干擾到現場 對 所以其實 其實我很討厭我自己這樣哭 我超想改 我連看小丸子哭的時候 其實我都會很生氣說 我幹嘛要這樣哭 對 然後我就會很氣自己 然後我就邊罵自己 然後又邊哭 想我現在這樣 因為默默落淚 我們大家還可以再忍受範圍 她剛才是已經抽起 她跟張太亞兩個人 是哭到大聲喔 對 妳是既愛笑也愛哭的人 對 我也是笑點也很低 然後哭點也很 然後妳每次哭都會哭成 像災淡這樣子嗎 哭我會止不住 很容易哭到這樣 然後就是會像氣喘一樣 那交往過的男生 沒有一個人叫妳閉嘴的嗎 有耶 很多耶 一開始應該就是先抱妳 之後就會說不要再哭了吧 就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是好啦 第一次好啦好啦 第二次好啦好啦 第三次去那邊哭 就是這樣 因為就不要叫我閉嘴 不要再吵 所以在當下妳是無法控制的 如果哭開了就會無法控制 可是剛剛那樣 節目開始那樣嚎到她的故事 那個我有控制啊 那個有控制 看不出來 因為妳剛才哭到表情 是已經完全扭曲耶 真的假的 妳是比夏宇童還慘的那種 真的嗎 我覺得她很慘耶 因為妳會抬頭 然後把這邊上二二這樣打開 對 她已經是不漂亮的臉耶 妳是需要空氣的那種哭放 我可能還習慣以前牙齒的位置 所以就放得輕鬆 當時的觀眾可能不是很 習慣這個氣氛吧 可是我覺得我笑點也很低 我分享幾個小優的笑話 讓大家笑笑好了 因為小優真的很好笑 就是我們都會 高中的時候都會有一些那種 惡作劇跟男生女生打鬧 然後就很喜歡跟他們 幫男生互換書包 然後丟書包 把書包丟到什麼一樓 或是亂拋這樣 然後有一天她就搶到 男生的書包超開心的 就開始從那個四樓 要倒東西下去 就把男生的包包東西都倒出來 倒那麼立刻 大概跟我的好像 什麼鉛筆盒也跟我的好像 結果倒完就發現 天啊 那是我的書包 她倒完就幫她自己的說 妳這邊的人好像沒有想笑 好笑對不對 可從高棚上 只有林可婷在笑 沒有 因為她是她自己很好笑 這個是很小的事情 而且她說很好笑 而且她說很好笑 胸部好笑多了好不好 沒有 這個比較好笑好不好 不是 因為這個故事 感覺是很像私底下 就是在飯局都隨便聊一下 同學 同學在講得上 不是 妳們要想像小優這個人 她每天都在出球 她用我們什麼去香港玩 然後她就很累逛得很辛苦 然後結果她就一屁股 要坐到那個休息的椅子上 結果一錯的話就栽進去 因為是那個放衣服的籃子 真的好笑 因為這裡要好笑 要是我們跟小優非常熟 妳們有沒有看到她 妳就滿熟的 這個還不錯對不對 沒有畫面 沒有特別好笑的地方 真的假的 因為沒有節奏 她就是一件事情 她不是一個 康哥 我要講一個 什麼 就是9月28是孔子的生日 對 隔一個月呢 是什麼日子 孔子滿月 對耶 耶 這個比我的畫好笑吧 她會直接拐東西 你笑我喜歡看這些能不能換 不是 她我平常可以原諒 我沒辦法原諒你 你今天沒這麼說 你這樣發笑我的 我就覺得我的畫好笑 所以妳自己接了 然後妳又自己笑 對 妳也對我們沒有參與感 然後妳根本就不管別人死活 妳要給個兩秒五秒 要交了幾個人在講出那一段 我怕我沒有猜到 妳妳知道現在這種狀況 就是主持搭檔 大家最討厭的 真的嗎 不是 她不光是主持搭檔討厭 她這就是男朋友 搭出去應酬的場合 她這樣就很失態 就是一個人在自樂 而且萬一飯局 大家要鋪陳笑點 然後她一下就沒了 就孔子滿月 她講說 大家就比較好笑 這個好笑 通常來 通常一定要比方說 這個人她在講笑話 妳明明知道 妳會一定要裝作說 是什麼 對…就亂猜一個 是10月28嗎 10月28是幹嘛 是誰的生日 不是… 陳看點的生日嗎 不是… 不是… 然後讓… 妳要演那麼久 妳要演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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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怎麼感覺痴傷太低 我是想說答案應該沒那麼簡單 我是先隨便猜一個 結果沒想到真的就是正確定 那妳有…妳覺得好笑的笑話要講嗎 有 來 試試看 這是校長禿頭 對 然後學生就想要整校長 就問校長說 我太高的英文怎麼講 然後校長就說 I'm too tall I'm too tall I'm too tall 我好笑 我好笑 等一下 我覺得首先 校長本身有問題沒有錯 可是她講的順序是不是也不對 對 陳岸妳可以把它改成是 TEMPO比較正確的笑話嗎 對啊 英文 妳就說英文 她應該是講說這個 校長不猴對不對 校長 然後學生要整他 然後這學生就 校長 那個請問一下 太高的英文怎麼講 不是 我太高的英文 我太高的英文怎麼講 然後校長就說 I'm too tall 來 你講出來了 你 too tall 這個笑話本身不好看 這本身就不好看 這笑話本身就不好看 而且我覺得妳沒有修改 妳講得跟他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 她到底有沒有修改 好像以前胸部還稍微比較修改 對 我覺得胸部還好 今天是最佳表現 愛笑的人也愛哭這件事情 都沒有構成過困擾嗎 很困擾 像神經病啊 沒有人 就是老師會講說不要這樣嗎 還是什麼 可是我們應該不知道 是先愛笑還是先愛哭 我應該小時候愛哭原因 並不是我真的要哭 是因為我跟我媽去看電影 然後我媽媽那時候 看很多窮小電影 然後我個子很小 你知道電影院就是 他在看的時候 他每次都帶一包衛生紙去 只要那個男女就知道怎麼樣 吵架或家裡反對 他哭的時候 我看不到螢幕 但是我看到我媽媽在哭 我就知道要哭了 我就會哭了 那時候很小 可能是一二年 因為下午不用上課 然後小學過得很開心 我為什麼會開始笑 我要講笑是有原因的 是因為我上了國中之後 我工作很差 我沒有朋友 你知道班上有那種 十名內是一群人 十幾名是一群人 二十幾名 三十幾名 每一個人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都長得奇奇怪怪 你知道 那十名內都是最漂亮的 那每一次只要 昨天我吃午飯的時候 就沒有人要跟我一起吃 交換菜他們不跟我換 那每個學期到期末 為什麼要交換菜 你都說他會拿病單來說 你會交換 對啊 或是說下課的時候 誰要跟我一起回家 就沒有了 你知道嗎 然後或是說 期末要去遠足了 全部的十名內同學就會先說 我們要組一團 這班上有很多小團體 那我就每次都被 被撥在最後幾名那個地方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覺得說 哇 這樣不是辦法 才國一 我還有國中三年怎麼辦 我就想說 如果我可以鬥 功課老同學開心的話 可能我可以慢慢擠到 前十名那個圈圈裡面 就算名次不能 但是我的人可以 這是妳自己想出來的解答 對 我現在想想 我以前真的 滿心酸的 這很可憐 我很想 我那時候才十二三歲 可是那時候妳不會回去 跟爸媽告狀說 不會啊 我很高興說 哇 今天你看 第一名的同學 他們前三名在聊天 我都一定在旁邊 然後他們下課或週末 他們要出去玩 他們都會約我 因為我不可能 我是最後一名 我怎麼可能跟第一名做到朋友呢 所以純粹是因為妳愛鬥笑 後來 因為有一次 我跟他們在一起的時候 我不知道我怎麼了 可能我就愛笑 還是我講了什麼好笑 他們就說 哇 許家人好好笑 你下次一定要來 我們遠足一定要你 我們週末去光街一定要你 你知道我們念書的時候 你一定要來 那妳這樣就成功嗎 所以就變成一個 小時候就是一個寫生的小時候 可是他們是會嘲笑妳嗎 還是只是喜歡聽笑 不會 他們覺得好笑 一定要在旁邊 他們就覺得好笑可以 那這樣就算有疑耶 對啊 這樣還滿奇怪的 可是妳先想一想 等於自己的生存知道 許大位備送中來 採訪有抑鬱破 然後 我們每年都會給我爸爸媽媽紅包 然後 都還沒人家 其實我突然說 我才知道 就是每一年給的紅包 我怕他都沒有用 穿起來 他都放在一個帶子裡面的 而且他們可能會想要 把紅包再留下來 要我常常拿出來看 女兒子的話 許家瑞 歷來在康熙 講過那麼多感情許多 小娃在演藝圈也會這樣嗎 就是說 如果是大哥 大姐們這樣 要鬥開心 然後就會比較容易被帶在旁邊嗎 我會 帶在旁邊要看狀況 有的人會 但是有人不一定會帶你 但是我覺得至少是 他看到你是開心的 而且是跟你沒有距離的 所以像漢典這樣的心靈 其實不太需要逗人家開心嘛 對不對 因為他就做自己就好 而且他自己 他本身是這麼陰沉的人 你要怎麼帶著他 有陰沉嗎 就是你的聊天氣球 還有你整個人散發的感覺 你有在強顏歡笑嗎 沒有啊... 我沒有強顏歡笑 因為... 所以你來的時候 都是開心的嗎 我很開心 因為你們兩位是快樂的嘛 那你常常這樣子很委屈嗎 我們看到你的時候 都是在強顏歡笑 那你們演得不錯 對 感覺不錯 我演得都在眼眶裡面打轉 你看到你 這麼苦啊 不是 萬一你今天來 然後你就是不開心 你還要打扮 你不會覺得很慘嗎 其實不會 因為我覺得打扮本身就是滿好玩的 就會開心起來 就會有它的趣味 那有的時候我們就是 一直在看你玩笑 你不會想說夠了 老子今天心情不是很好 其實不會啦 我真的不會這樣想耶 我覺得都很OK 可是我每次都覺得說 不是光在舞台上 在後台 連化妝室造型師 大家都會笑他 真的嗎 然後每一次換衣服的時候 你知道拿來的衣服越臭 裡面越沒有 一百個人穿過 那個鞋子臭到包 那個褲子臭到包 他們越會笑他 所以每次來我在後台化妝 我都覺得說 他真的很偉大耶 但我自己也覺得好笑 這是一個重點 我自己也覺得好笑 所以你們其他來賓在那邊 看到他得到的這個 打扮用的衣服的時候 你們自己都覺得他被欺負 是不是 我其實覺得蠻悲傷的 然後你知道我 而且好幾次 心酸嗎 會鼻酸 前往不要 上次我剛剛在裡面 看到他那個影片 聽到他的聲音 然後化妝師大家都說很變態 我就想說 要把他弄得越醜 越照越好 所以像他今天這樣子 自己把繃帶纏在身上 我覺得很可愛耶 送一場都完回來 他完全就是沒有他自己 然後他說接下來 大家說什麼就弄什麼 給他越照越好… 全部人都在笑他 然後有幾次錄影是 大家都結束 我大概晚上了 那我是最後一個走 我就看到他夜深人靜 你們都走了 整個化妝是全空 他一個人在那邊 單手做 然後那次我差點要哭 我差點要衝上去 就覺得說 天啊 你怎麼這麼悲長 沒有人 他單手做什麼 這不是很健康嗎 但是他自己願意 沒有人來接他 可是就非常悲傷 因為沒有人來接他 沒有人來帶他 他自己在那個地方就這樣 他粉絲很多耶 其實我覺得漢點 是一個非常棒的藝人 因為我覺得他演什麼像什麼 我覺得今天不管每一集 他是扮演什麼 我都覺得他是發揮到 他在做什麼 沒有 因為我做完 因為我有帶那個乳蛋 做完之後補充蛋白質 蛋白質 而且他是羅上生在做 對啊 他可能為什麼要這樣 他想要勾引你 把握時間嘛 不要浪費時間 對啊 把握時間 你為什麼錄完影不趕快回家呢 沒有 就想說 你是不是背著我們 在跟誰約會還是什麼 沒有啊 因為他這個情況一定是 他錄完影要直接跟哪個女生約會 因為他趕快先做一下 那胖胖 他從哪裡 沒有 沒有這樣子 對 我那時候看到我說 這是誰啊 因為我沒有看到我臉 我想說天啊 這種乳胖給我的身材 到底是哪一個是誰 我以為是攝影大哥 我不知道是因為身材 身體好大好壯 他脫掉衣服嚇死我 結果一抬頭一看 好悲傷 你怎麼會配這個頭 我就覺得你很寂寞啊 你知道 你連坐這個旁邊 都沒有人幫你坐 這樣太好了 有啊 你啊… 其實我有說到 但是我做事 不是要讓別人在旁邊拍手 我是自己自我滿足 OK 自我成長 對 很好 所以我覺得 可能新生代本來就沒有這種 自願自愛的事情 你那一批應該都沒有吧 都不會啦 夏宇童 那你 剛剛彩樺說她是自己要求 演戲落淚 然後你是哭不出來的時候 是要打電話給媽媽 才能落淚是不是 對 就是我就會想要跟她講這樣 電話我就會說 媽 她怎麼辦 我哭不出來 我媽就會說 沒關係 你就放輕鬆 就像媽媽以前 就是工作的時候很辛苦 然後我想到 我就會覺得很難 她就會想我小時候 我們的那個 我媽辛苦的那個點滴 然後我聽一聽就會很心酸 我就會馬上大哭 所以她是要隨時接妳電話的人 是不是 對 我會一直狂打 要打爆她電話的那一種 然後妳打好了 準備好就轉身去 就演哭戲 對 比如說我很聽我媽 她會說我媽只要一講個什麼 我就會馬上就是軟化 就是會很麻煩 因為我媽不喜歡我晚上出去 可是我說朋友生日 我媽就會說 好啦 妳就是讓我一個人 對 然後我媽就會說 妳可以帶妳媽去 可是去 我媽有時跟我一起去夜店 她真的跟… 真的一起來這樣 可是我又看她一個人在那邊 很無聊 就本來我要給她 我會擔心她 我跟我媽出去 我跟朋友 我的眼睛裡不開我媽 我會一直擔心她 放鬆不了 不知道她去哪裡 她會不知道幹嘛 她會不會不知道去哪裡吃東西 還是怎麼樣的 我會沒有辦法放心 像我的女人 每次打電話給我都會說 媽媽 妳辛苦了 她會講這種話 媽媽 我愛妳喔 是要給妳拿零用錢嗎 媽媽 妳辛苦了會十分會到我 媽媽辛苦了這句話實在太催淚了 真的假的 真的 是 媽媽就在家裡煮菜 不是也應該說媽媽妳辛苦了 媽媽絕對是一邊吵架一邊落淚 真的 真的嗎 對啊 我只要說媽妳辛苦了 她媽這樣就是 寶貝 妳們這是搖錢樹 她就是這點 不是那麼膽的 沒有 她就是會 這句話是媽媽最喜歡聽的 罩門 聽到她這樣講 其實我就… 其實我就很想哭了這樣子 妳這樣哭的時候 妳先生是怎樣 比方說我在工作 比方說一天 我可能會打個兩三通回去 可能再晚一點 她會 媽媽 妳什麼時候回來 是 妳幾點回來 我比方說跟她說十點 她會等我等到十 等門等到十點 所以從此以後我回去 之後我就覺得 我不可以跟她講時間 對 我說我會晚一點 不知道錄到幾點 妳不要等我 妳要先睡這樣子 所以她幾乎沒有 然後到最後她會講 媽媽妳辛苦了 我愛妳 我最…最愛妳這樣子 妳不是在問妳先生的朋友嗎 等一下 她都一直陷入那種情緒 妳知道愛一個人就是這樣子 她很喜歡把你丟到一個 就是情緒崩潰的狀況 不理由中逢 她們覺得 假如都沒聽到妳的問題 有 妳現在是在旁邊抽菸嗎 因為我要講的是 我還在錄影 所以當然我先生沒有在我旁邊 OK 那妳就直接講就 前面還要講到回答 那我要接剛剛那個就是 就是孝順父母那個 好再接 就是你知道 就是我們每一年都會給我 我爸爸媽媽紅包 然後… 其實… 其實我… 其實我賺錢其實也沒有那麼多 爸他們也不需要我的紅包 是 那每一年過年我們都會給 妳知道 故意在爸媽媽面前說 新年快樂 講什麼普通還是說比 但是長雲百歲啊 什麼…講一大堆就給 那給我們也沒有很在意 每天就給 可是後來我才知道 就是每一年給的紅包 我爸都沒有用 沒有用 他都放在一個袋子裡面 你不知道我給了 他多少那個紅包袋 每一年寫說祝爸爸什麼 所以你在上面 他從來沒有動過那個紅包 他留著要給你的 我真的就覺得說 因為妳家 妳一口錢 沒有 我就是 後面這樣 你會想說你給他們這個 他們就拿去用了或怎麼樣 他沒有用耶 他捨不得用 我告訴你 最後這些錢以後還是留給我 不在於錢的多少 而且他比我更珍惜 他捨不得這些錢 你知道 我從他那裡獲得的 是 對啊 而且他們可能會想要 把紅包袋留下來 要常常拿出來看女兒寫的話 我這麼想的 其實齊佳瑞歷來 在康熙講過那麼多感情史 都是靠他爸的錢 對出來 他就是 把他送去 美國認同 對 是 所以我想請問你們 你們喜歡身邊的人跟你們一樣 是這種情感豐富的人嗎 喜歡 喜歡 你們不希望對方冷靜一點 我不喜歡冷靜一點 我跟他講話他都沒有反應我不喜歡 而且他都會白眼我們 就譬如說我哭 就說你到底有什麼好哭的 然後就沒有共鳴 像剛剛他都會陪我笑 陪我哭 我就覺得我們應該可以當好朋友 這樣比較好啊 像我跟我老公 我老公常常看那個 比方說那個什麼 NBA NBA啦 選手 他們得冠軍 我一轉頭看我老公已經 哭到不行耶 真雅 你拿到冠軍或誰拿到冠軍 那就崩潰 然後一直在 他的努力是大家看得到 值得的 值得的這樣哭耶 然後有一次我跟我老公 我去租了一個片子叫 精靈十三猜 他超好看的 我也是哭到不行 然後我在被哭到 真的有點像那個艾亞這樣子 有一點崩潰了 我老公更離譜 在地上打滾這樣 是 他也是這樣子好吵大哭耶 所以妳先生跟妳是同一派的 是 所以妳先生也會因為 聽到女人說什麼 爸爸我愛妳這種也會大哭是不是 我覺得她也是一個 非常感性的人 所以也是會哭的 所以你們哭的時候 是不喜歡旁邊的人 比較冷靜的說 好啦 那就這樣啊 就好 沒有 我覺得要有共鳴 對 然後對看有沒有 兩個是哭的 妳就會好有感覺喔 真的 才有感覺 所以從她眼神裡面看到眼淚 也開始打準 然後她鼻子開始慢慢變吼 妳就覺得說 她都是一體的 對 要發洩 所以跟節目開講 你們六個人應該很High吧 好厲害喔 所以我才會講說 對 她在Ending的時候 一定要這樣子更High 可是現在哭過之後 就很難再重新大哭耶 再有一個話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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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這樣稍微嗎 我再給妳很難 第二次又再重新哭了 就可以把 同樣的事情還是會想哭啊 不可能 像妳現在講到比如說要愛爸爸 這個我覺得現在 淚已經哭乾了耶 是 我們講 對啊 情緒應該過了吧 可是如果專 就是很Focus在這個故事 還是會哭啊 因為每次聽到這個故事 都是會難過的啊 所以親情其實是比愛情好哭的 是不是 以前看還豬哥哥 我也是哭得要笑 是喔 對啊 那時候有一個那個什麼相飛 他變蝴蝶的時候 你是鳳啊 我是殺的時候 我就開始大哭 對 好哭的 對 我們同年代的 那不是 還有那個子 我眼睛看不到的時候 他被那個絨摸摸 查一下 謝謝哥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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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字丸 小字丸 關心調查局過去的慣例呢 我們本來會在網路上面做調查 所以為了激發你們今天 要面子的鬥志呢 我們現場找了50位妹妹進來 我們現在歡迎他們參加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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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晚上幾點 中天做個台 空氣來了